第1764集 是生是死 你 几个墨云卫当场就要发作 想要动手吗 李雄图一声大笑 大步上前三步 在众人眼中 他也就只是一个天极修为的小小蝼蚁罢了 可对三步迈出去之后 却似乎变成一座雄伟不可撼动的高山 天极修为 面对数千圣极天人极 居然毫无聚色 看着架势 貌似连一点点质疑都没有 孟威亚心中一叹 又是一个人才啊 上天怎得如此眷顾东皇天啊 假以时日 又是一个不世出的操作人物啊 这样的强者之心 这样的雄雄战役 若此子成长起来 虽然还远远不能与楚阳相提并论 却绝不在本天 以及其他诸天青年一辈种子弟子之下 孟无牙一挥手 止住了众人 小兄弟切勿动怒 老朽一行并无恶意 就只想向小兄弟打听一件事而已 别无他意啊 但我们实在是赶时间呢 不过就是请小兄弟打量一眼 小兄弟看看见过没有 绝对不会耽误小兄弟多少时间的 丽雄图不情愿地道 好吧 宁目看向那幅图画 孟无牙的眼睛随即紧紧地盯上 丽雄图的眼睛 只是瞬息时间 丽雄图就收回眼睛 没什么印象 这人肯定不是我们这一片的 孟无牙点点头 突然问孟欢欢 敢问这位小娘子 你可见过这人吗 孟欢欢 依偎在丽雄图身后 摇摇头说道 我没见过 看着丽雄图二人渐行渐远 孟无牙渐渐地皱起眉头 将军 可是此人有问题 孟无牙没说话 只是叹了口气 刚才 从丽雄图身上 孟无牙感觉到一种 奇怪的东西 丽雄图的言行举止 神态语气 都没有任何破绽 但是孟无牙却分明感觉到 在丽雄图身上 有那么一种奇特的气息 这种气息 却肯定与楚阳有某种关系 这种感觉很奇怪 没有任何理据可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甚至是很无稽的 所以孟无牙并没有说明 因为他怕自己一旦说明 手下人就会有妄动 说实话 孟无牙本身并不是不想留下丽雄图 可是一旦妄动 后果可能却很严重 自己等人现在的一举一动 都在东荒天的监控之下 倘若真的动手留下丽雄图 那就等于给了东荒天动手的充裕理由 这个禁忌 孟无牙自问不敢碰 一旦接触 势必会引动东荒天军方的动作 那可不是说着玩的 将军 我想那个楚阳很大机会已经死了 一位墨云卫统领 上前小心地说道 虽然这一路走来没见到楚阳的血肉 但在那样的雷劫之下 还有什么能够存活下来 尸骨无存 灰飞烟灭 岂不正在情理之中吗 就算他有天人机巅峰的实力 半步圣人修为 面对那种天乏雷劫 也是绝对无法幸免的 孟无牙低着头沉思了一下 道理是那么说没错啊 我现在恨不得他已经死了 可这件事情必须得到一个详实的结论 因为我总感觉到 他还活着 要知道啊 楚阳这样的存在 若是一旦活下去 最终成长起来 羽翼丰满的话 那将会是何等的祸患 说到这里 众人都神色沉重 缓缓点头 楚阳的破坏力 他们是亲身体验的 那就是妖孽 就是个祸害人的祸害 诚然 以楚阳这种逆天极数的妖孽 倘若真的成长为 足以抗衡天地一层的高手 那么 整个莫云天的大劫 也就随之到来 覆灭之期不原意 只是抢了他老婆 还没怎么地呢 他就能把九太子给宰了 连带着两百多名高手 一起命丧皇权 自己等人 可是将他的基业彻底毁了 还将他的手下 几乎杀得干干净净 这仇之大 貌似 说不供戴天 都是一点都不为过 如此深仇大恨 以楚阳那等 雅字必报的个性来说 如何肯善罢甘休呢 罗普 你带几个人去查阅九中天阙生死档案 不管用什么办法 哪怕你跪在地上求人 也要看到楚阳的档案 看看他的头像是不是还亮着 一定要做到 听明白了没有 这个大人 只怕东皇天的人 不会那么合作啊 你还没听明白我的话吗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我只要看到我要的结果 是 卢普三人划空而去 抓紧时间继续搜查 等待卢普消息 倘若头像真的暗了 也要再搜查一天之后 争取能找到一些残骸尸骨 倘若还没有发现 那么 就当是楚阳死了 孟无牙沉吟着夺了几部圈子 终于下了以上决定 另外分出三百莫云尉 前去搜捕楚阳那些手下 将方圆三千五百里 都给我详细的查一遍 哪怕挖地三尺 也要确认 是 三百莫云尉 在一位统领率领下 黑色羽剑一般 射入昏暗的树林 再续追杀之旅 楚阳一路上以礼而去 突然间感觉到浑身上下一阵轻松 貌似是暂时摆脱了追兵吗 接下来就应该去和他们会合了吧 只是心情刚刚放松 也就不过一刻钟的功夫 就看到正北方向 黑压压一片人影落下 我靠 怎么这么快啊 难道这帮人都是兔子拖上的 还穷追不舍了 幸亏自己离开得早啊 要不然 若是被他们发现 利雄徒两口子跟自己在一起 那么以利雄徒现在的修为 面对这帮人 那磕着就死 碰着就伤啊 擦点边 估计都得躺上大半年 直接就是实死无生的局面 那才是真正的连累了好朋友啊 老天爷还是很眷顾我了这 心意大定之下 楚阳一溜烟的贴着地皮窜了出去 快溜啊 想要找到他们留下的线索 还必须回到原地去一趟 也不知道在那天雷之下 他们留下的痕迹 还能不能留得下 楚阳收敛了浑身上下全部的契机 几近全无生息一半 如同狸猫一般 从一片山林中急速前行 甚至将自身神识力量 都已经收缩到了极致 丝毫不再留意与肉身之外 完全凭借眼睛鼻子耳朵 这种原始的器官 来分辨自己方向 确定自己去向 一路上小心翼翼 幸亏莫云天的人 之前已经很仔细地搜索过了这里 楚阳很是有惊无险 又回到自己之前承受天罚的那处所在 触目所及 满目疮痍 遍地狼藉 还有一些树枝上挂着一条条血肉 在倾盆大雨清洗下 已经变得发白了 楚阳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 同时不仅想起当时的战斗 整个几倍也是刷刷地冒出冷汗 之前身在局中 心中之念又都是在琢磨 如何利用天罚尽可能多地干掉 莫云天那边的人 其余的都没有去想 不得不说 当时的自己若不是天罚骤林 只怕早就变成渣子了吧 还不仅仅是自己 貌似还有跟随自己的三十三人 没有信念之人 看着残存的大树上 那些搜寻不到的角落挂着的血肉 楚阳心中叹了口气 彼此对敌却依然无法不承认 你们都是好汉子 不管是莫云卫 还是尹甲兵 你们都是好汉子 只是那种汉不畏死的精神 你们就已经无愧于好汉子 好战士这个名头 不管你们效忠于谁 但不管谁能获得你们的效忠 都是值得骄傲的 一路走好吧 楚阳想起当初天乏之下的情景 一片狼藉 现场有逃的 有躲的 也有拼命的 但自己听到的惨叫 最多也就是 濒死之前的一声吼 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 曾经有过惊慌失措的大叫 这可是多达数千人的大队伍啊 期间愣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的 惊慌表现出来 或者他们心中也并非没有 但他们直到死 始终没有表现出来 这种军队素质 可敬可配 但如此好男儿真汉子 为何不去占天魔呢 楚阳的身子 由于一般离开这里 慢慢的摸向最后一击天雷的所在之地 这边已经什么都找不到了 连山都没有了 还想找什么呀 楚阳面对自己最后承受天雷的地方 那座湖泊 目瞪口呆 瞠目结舌 这是什么情况 这 这也太牛叉了吧 记得当时没有湖啊 现在 这到底哪来的 这谁干的好事啊 这都他妈的把高山变成大湖了 老子还去哪找线索去啊 楚阳一阵无语 无奈之下 只好一点点的搜查过去 一直到了五百里之外 楚阳才发现 有一颗已经被大风吹倒 而且被狂猛震动 完全挪离了原位的树身上 歪歪斜斜的被砍了一刀 露出一个奇怪的痕迹 就像是鹰爪子抓鸟抓偏了 刮在树上一个样子 楚阳叹了口气 这真是作死啊 这树偏离了原来的方位 我要找到他们的方向 就只有挪到原来的位置 然后才能看得出方向来 可这四周还有那么多人在追杀我呀 哥们 楚阳灵机一动 拿出九节剑 无声无息的将这棵树上半截剁下来 就只剩下一截三四丈长的树干 想了想 干脆把树根也剁下来 然后扛着这棵足够三四十人合抱的树干 慢慢的找这个大家伙原本位置 也许是度过天伐之后 运气转好 一共没走出多远 就顺着断裂的树根 找到了原来那个树坑 小心翼翼的将之扶正 看着上面的痕迹 哼 这帮家伙也不傻啊 居然向着来路走了 变明了方向 楚阳如同一阵清风 从树林间闪烁了一下 黑色衣衫就消失了踪影 庄主大人如今不知道生死如何呀 已经是两千里之外的方向 车续出长许短探 这句话这个话题 一路上众人已经不止说了千百次 但始终没有一个人敢做出回答 美人的脸色都沉重至极 那是一种极致的尊敬 与崇拜 又或者说是膜拜 对于楚阳最后时刻所做出的事情 这些人除了崇敬感激震撼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感觉了 面对墨云天的如云大军 庄主孤身疑人留下 悍然发动了天法 疑人一剑 独队千军万马 宁可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 也要给自己等人创造机会 逃出升天 当初 楚阳一掠而出 站在树天 剑指天下的霸道绝燃 早已成为众人心中一个永恒经典不朽传说 在那一刻 就连白雨晨这等已经活了数十万年岁月的老怪物 也几乎忍不住的流下泪来 有谁能为了属下甘愿自现绝境 这一生中 有谁曾经用性命掩护过我 这份情谊 我该如何偿还 我偿还得了吗 如此领袖不跟随 不珍惜 那么 我活着 又有何意义 第1764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